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七个医生 今天我们来讲癌症的防治 七个医生经常讲 就是说癌症治疗起来本身很麻烦 但是如何能够预防癌症的发生 这是一个最佳的策略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癌症最喜欢这十个字 这是有什么呢 有科学依据的 一份刊登在世界顶级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杂志上 科学家报告 那么调整饮食可以降低化癌的风险 也就是癌症和吃密切相关 癌症多半是吃出来的 当然也能吃回去 总结后发现癌症就喜欢这十个字 这十个字你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字就是糖 糖超过25克每天就非常的危险 因为它和乳腺癌、胰腺癌密切相关 瑞典科学家对8万人进行9年的调查 发现摄入过多的糖、甜眼量 会增加胰腺癌的发病几率 而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发现 大量糖的摄入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几率 并增加向肺的一个转移 所以糖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是什么呀 是烫 65度 65度就称之为癌症温度 它容易导致什么呀 食管癌和奔门癌 国际癌症中心发布一项数据 65度以上饮品可以导致食管癌的一个发生 它是一类质癌物质 所以第二个是烫 第三个字是懒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快餐 真的是吃一次上一次 因为快餐中还有很多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在进入体内以后会成为亚硝胺 经加工的食品 比如说火腿、香肠 以及这个含有亚硝酸盐是较多的 所以说它是一类质癌物质 西四懒的运动也会增加癌症的发病几率 第三个字懒 第四个字是腌 腌制食物不要多吃 因为腌制食物中也是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 会增加下腹部癌症的发生 美国癌症研究所与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报告指出 经常吃腌制的食物会增加18%下腹部癌症的发生几率 第五个字是咸 癌症的亲戚是什么呢 癌症的亲戚就是咸炎 因为它会增加胃癌的发病几率 癌似乎是最危险的一个调料 长期摄入过量的癌会损害我们的胃粘膜 长期如此的话容易导致胃癌的发生 第六个字是什么呢 是腌 因为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致癌物质 它容易引起食道癌和胃癌 腌烤类的食物在制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多环方听类物质 其中就含有非常强的一类致癌物质 叫本病病 这个本病病再说一遍 它跟食道癌胃癌都明确相关 第七个就是油 即便是用最好的油炸出来的也不行 因为它跟肠癌明确相关 油炸食品属于一种高热量食物 那么自然杂志上曾经报道 这个高热量食物油炸食品容易导致什么呀 肥胖 高脂肪以及高热量 它是引发多种癌症的危险因素 第七个字 第八个字是酒 饮酒一定要有限度 因为酒喝多了容易导致胃癌肝癌结肠癌 WHO明确指出酒精是一级致癌物质 与多种癌症是明确相关 第九个字是什么呢 是酶 发酶的花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因为它容易导致肝癌的发生 原因就是因为发酶的花生中含有世界上最毒的物质 最强毒素 叫黄曲酶毒素 它是导致肝癌的一个最强因素 第十个字是什么呢 第十个字就是烟 烟我们知道 吸烟跟肺癌是明确相关 这是世界共识 但是殊不知炒菜中的油烟 也非常容易被忽视 炒菜中的油烟夹杂着不少什么样 环听类的致癌物质 所以它跟肺癌也是明确相关的 好 那么今天您了解 癌症非常喜欢的这十个字了吗 如果能避开这十个字 那么就很好的预防癌症的发生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汽油医生 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